很有中明仙的那种感觉是吧 对他就去大陆旅游 说中国其实也没有那么封闭 国内的那个性少数群里 其实比起一般人更惨 因为我是那个穷人 所以加州政府就有一个医保卡 医生不是会问你拿 是直接问加州政府拿 不管是多大的病 我是觉得大家看到中国好的一面的时候 大家要想想 哈喽大家好我是巴九 我们现在人来到美国洛杉矶 旁边这位是18岁的香港人 然后他16岁的时候就已经论来美国 而且他还有入狱过是吧 是的 我想要问一下 为什么你16岁的时候想要这样 抛弃一切从香港来到美国 之前在香港的时候就做了一些 恶搞习近平的乳包影片 然后我还投稿给了乳透社 之后香港警察国安处就来我家找我 然后来跟我调查一些东西 把我放了之后他还要我给他们做这个线人 帮他们调查其他人 线人 对然后他给的那个批判就是说 你帮我们做事 那我们就不起诉你 还没有给你额外的钱 还没有 还欺负小孩是吧 对那个时候你16岁是吧 没有那时候我被抓那时才15 15然后论出来是16 对 那你来到美国之后你又没有发现 可能美国的人 或是甚至台湾的人 也平时会这样恶搞自己的国家领袖 对 那都没事是吧 都没事啊 我觉得比较好奇一点是 他以什么罪把你逮捕进去 香港的法律有一条罪名 他以前是英国殖民时留下的 这个叫三共罪 以前他60年代的时候 他是用来对付那些共产党的 但是他就主权移交之后 他国安法通过之后 他就复活了这个法律 然后用来对付一些反共的意见人士 好讽刺哦 对 那你是什么原因 只要论来美国的 因为其实被铁拳的人 在中国或是香港其实蛮多的嘛 他们不见得会说 哦那我要义无反顾的去美国 或是去其他国家 对 是什么原因让你想要这么做 因为我其实不想帮他们工作啊 帮你去抓那些好人嘛 那那样我不是成为了帮凶了吗 是 打不过那我跑还不行吗 嗯 当初你有没有跟你 在国内的父母聊过这件事情 呃我是有聊过他们是觉得 哎呀没什么大不了 也不是特别支持我认 因为国安有打电话给我吗 然后呢 我说我现在申请政治庇护的时候 他直接把所有那些通话记录给删掉 然后我说哦 我要去换护照 因为我刚满16岁 能换一本就10年的护照 就这样子 要是到时候有什么事情 要跑也比较方便 有个比较久的证件 然后他就不肯 然后最后我爸就帮我签了这个字 拿了这个护照 嗯 之后那个机票钱也不是我父母出的 是我哥出的 你还有一个哥哥 对 你哥哥也认了吗 认了 因为我离开之后几个月呢 他们也决定就觉得情势有点不太对劲 因为我爸他是在主权移交之前在香港出生 他有那个英国护照 BNO 所以他能够申请去英国居留 对 因此呢他们就去英国了 然后刚刚好他们去了英国几个月之后了 国安就遇我旧的家的那个住址拍门调查了 然后他还给我发电邮说 哎 你你人在哪里啊 对我现在把那些我们收走的东西还给你了 你就赶紧赶紧来联络我们就 我就觉得我这么好骗的嘛 他们就想把你骗回国 对 他们知道你在海外 那你来美国之后你觉得对你最shock的点有哪些吗 嗯 就是感觉美国人对于世界局势的无知吧 我就觉得这是真的和平太久了 就有些人还问我香港是不是在日本 我刚开始因为我是拿那个旅游签证来美国 但是因为我在这边没有认识人 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去哪里 所以我就在海关那里主动跟海关说 我是来申请政治庇护的 因为移民法里面旅游签证 它是属于一个非移民的签证 因此呢 你如果是要来移民的 你就不能用旅游旅客的身份来入境美国 因此呢 他们就把我抓了 抓起来 但是呢 他们抓的过程也没什么 也没什么 很凶的 其实蛮友善的 就除了有一个华人大妈 反而是一个华人大妈 就那个海关的就不停的呛我说什么 说我的经历是假的 来美国干什么 我就直接访问他 那你说说我来美国干什么 还说无话可说了 对我就觉得 这个好讽刺哦 怎么你华人你会说中文 你怎么好像还比那些 美国人好像还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这么说好了 这个问题我昨天也稍微问过 然后我把问你的这个问题 我放到我的tray上面去问 对吧 我在tray上面说 很多台湾年轻人也说台湾政府是独裁 那我就拿出你的例子 我说你必须到他国异乡才能去批判你以前的自己国家的政府 因为他现在还在迫害你的同胞 但是台湾人你可以在台湾的土地上此时此刻 并且露脸也不用拿一个身份证 我实名是举报赖清德 什么诸如此类的 是吧 你骂完之后 你还是继续在台湾的土地上生活 不会有警察去敲影的门 那反而是你要入狱入罪 那这些人昨天说什么呢 骂这个台湾政府独裁 也是一种言论自由 但我会认为说 OK你要批判政府 是OK的没有错 但你造有是不对的嘛 对 那我说2加2等于5也是言论自由 它是我言论自由 就代表它是正确的嘛 那写那个作业考试 我答错题了 然后老师没有给分我 我就说 这个是我的言论自由 老师你怎么没有给我100分呢 这样子什么都言论自由 作为那个盾牌就好了 是那所以你是怎么看这些人 因为你自己在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 对吧 对 那你敢用你在台湾批评赖清德的方法 现在就去香港或者大陆 这样去批评香港的政府 或者批评这个大陆的政府嘛 例如说 你们可以在台湾说 释放柯文哲你们去那个监狱 现在柯文哲被击押了嘛 然后你现在就敢去香港监狱 然后外面举个牌子说 释放黎智英你敢吗 来啊来啊 去天安门释放秦刚 对 那你不是说台湾独裁 台湾不可以这样做 那如果台湾独裁 你都可以说要释放柯文哲 那为什么你在香港这个独裁 你不能说释放黎智英呢 对你刚讲的很有道理 但是我有听过另外一种言论是 OK啊 我希望台湾可以更好啊 你为什么要跟中国比烂呢 你为什么要跟香港比烂呢 退一万不说 中国跟香港是他国事务 怎么台湾人管什么他国事务呢 管好我们国家内政就好了 要经常派那个军舰啊 战机到台呢 嗯嗯嗯 是你说的很有道理 就是我也常常在说 台湾如果要安全的话 我们要积极的反共 不是说什么 你说反共是外交吗 其实他怎么说也算我们台湾的内政 因为他已经想要侵略我们 如果我们的思想继续像你这样 那我们可能大家都台湾人都衰竟了 香港的例子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觉得是 民进党在卖弄在出卖 是甚至在拿你们香港做一个流量 那并不是真正关心香港 那我想问个问题 那赖清得我的1450经费呢 对哦 拿我们做的流量 那我们钱呢 钱呢 嗯是 那你现在是在美国取得政治庇护了 还没有 我还在等那个面谈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因为我来的时候未成年 就有一个叫SIJ的那个特殊居留 那我有那个呢 我即使没有政治庇护 已经也能够留下来 所以我其实根本不需要政治庇护 你那个时候来美国是因为身份不合法 所以你有去住了一段监狱 对三个月 那个监狱的待遇是怎么样 就很恶劣 他是说 因为你是小孩子 所以我们要把你跟那个成年人隔开 嗯 里面大部分的那个人口构成 大部分都是非法越境的经济移民 而且很多都是拉美意的那种 然后呢 很多职员也是拉美意的那种 所以自然处事上是会有点偏袒那种拉美意了 哦 对 然后他基本上那些小孩子之间霸凌啊 那些他也不管 就甚至里面有些性侵事件 他他也他直接看到就是口头警告 这样子 我那时候电话就被没收了 所有的通讯设备都被没收 大方一那个编辑 他现在的人也在这里 他在成人的移民监狱的时候 他还能打电话给我 我也不能自由打电话 我每个礼拜顶多只能打四段电话一共一个小时 就那个环境也很阴生恐怖 你那个时候没有后悔 没有后悔 因为我知道要是我在香港入狱的话 那个待遇就更差了 因为你是光明正大 就是政府的敌人 你要是进到政府里面的监狱里面去的话呢 他是会特别针对你哦 你是怎么出来的 因为我在这边没有这个亲戚朋友 没有人担保我出来 然后我等了一个月之后 他们就给我排队 申请寄养家庭 就寄养家庭就是政府给钱 成年人 然后成年人帮政府照顾一些孩子这样子 第一个家庭是墨西哥人 他们还有三个就那种翻墙过来的那种孩子 他这个家庭的做法 我就觉得蛮离谱的 他基本上就把那些小孩当赚钱工具 一个小孩一个月一千多美金 然后你基本上只管他们给饭他们吃 你也不需要特别考虑他们感受 真的家务事情都让他们干好了 有一次他就冬天就温度快到零下那种 才刚下完雪没多久 然后他让我洗车 用手洗哦 他让我做什么我都做了 然后他们还问我 你怎么不高兴呢 我们现在是让你独立 我们是现在让你学会独立 都给你讲好了 然后我礼拜天也想去那个华安教会嘛 也毕竟想找找反共同路人嘛 但是他们也在那边就很多抱怨就说 哎呀 他们是首先就跟我说 你赶紧给自己找在华安教会找个人 当你寄养父母 你这样让我们每个礼拜带你去教堂 很麻烦 然后之后呢 跟社工说完之后呢 那个社工也是摸西哥义的 然后就突然就骂我说 你不可以这样子做 你这样要尊重那个寄养家长的感受 那我就感觉有点无言以对 然后呢我学校就那时候那个高中呢 就在加州距离LA有点远 就在Morino Valley Riversize旁边 就那个中文学校的老师那个学校里面有中文课 因为美国加州你高中毕业是一定要修外语课的 所以我就修了中文 因为最简单 然后那老师超级小粉红的 就天天都跟大家说什么 他是美国籍 对美国籍 他他天天在那边 啊台湾是中国的 那香港是中国的 你他自己都不是中国的 对 台湾跟香港是中国 对然后呢 我有个台湾同学 他以前也选过他的课 然后呢他他就逼那个台湾同学 抄那个什么小苹果 他还跟美国的学生说 哦你们学的中文要小心啊 CIA还有FBI 可能会找你们去做间谍哦 叫他回国啊 对 来这边委屈干什么 对回国啊 很奇怪 拿中国护照啊 对 我觉得这种人他来这边多少年呢 他不仅英文说得烂 而且对于这个国家也还没有意识的忠诚 就他写的那些学校那些邮件 他英文发我根本看不懂 我就直接你中文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这样问他 哦 原来是这个意思哦 我英文比他还好 我想想为什么你英文比较好 没道理 对 对我才刚来美国没多久啊 对 那个台湾同学 他跟他父母提过我 他们家呢 以前在大陆住过 像算是类似台商的那种人吧 呃 住在上海 然后呢 他跟他妈妈说了我的事情 然后他爸爸说啊 要不我们也帮一下这个小孩吧 我就和他妈妈妈聊嘛 怎么说呢 一来就说哎呀 我不相信你的故事 又是跟那个海关 玩大妈一样 然后就说香港我去过 大陆我也去过 没有你说的那么年重 很有忠明先的那种感觉 是吧 然后我说哎 要不我给发点新闻 发点美国政府的报告给你看看 他说哎 又说不用了 那你想怎么 你你又说你自己 对一些事情不太了解 他们又说自己啊 其实啊 我我们家不关心政治这些东西啊 所以我们不会插走这些事情 哎 你们小孩子啊 我懂了 自己自己在学校玩 我不管 但是这个问题不要给我们家长添麻烦 但是你又说你不关心 你又说哦 没什么问题啊 那那你想怎样 就像有些人说 而说哎呀 其实中国现在发展的这么好了 那中国那些人权问题干我们什么事啊 中国呢 多么多高楼大厦 那么多高铁很发达啊 怎么了 啊 但是还是回到前提 你刚不是说了你不关心吗 对啊 是哦 你不关心 那你说这么多干嘛 你都不熟悉这个人权议题 那你对于人权议题 直手话讲那么多干嘛 是哦 对他就去大陆旅游 就然后跟那些人聊 真正说中国其实也没有那么封闭 我觉得最讽刺一点 就是他是性少数群体 先不说言论自由 他有关心过中国的那个 性少数的那个处境吗 他会说那是你国内政 我不想管 但是你又说的中国好像 内政也很好啊 对人很尊重哦 对 但是那你又说不要管 那你想怎样 那我就讲讲我一些个人经历吧 除了帮助像这位编辑 这位编辑这样的意见人士之外 有时候一些性少数群体我也会帮忙 帮在中国的性少数群体 就他们呢很多时候了 刚来美国或者是想要论出去 还在墙内 对还在墙内 然后我也会听一下他们的故事 这样子想想有什么办法 我可以在文件上 或者在资金上帮他们求一下款什么的 国内的那个性少数群体 其实比起一般人更惨 所以其实钟明轩这个性少数群体 在说中国很好 中国国内的那些性少数群体 会常常被送进一些所谓的矫正设施 可能因为他们是同性恋 他们是夸性别 他们就会送进这些暴力设施 用暴力的手段 还有用XXXX法来让他们去 怎么说呢 让他们去改变他们的这个LGBT的身份 然后呢通常这些机构呢 背后都是赚取很多的钱 是有政府在撑腰 有地方政府在撑腰 要是传出什么事情的话 他政府也会想办法去压下去 因为基本上经营这些设施的 基本上都是和赵家人有群带关系的那些黑恶分子 我觉得你讲出这段话不免会被说 因为你看我在中国也是有认识一些 这个所谓跨性别吧 或者说这个男生看起来比较像女生啊 女生看起来比较像男生 还是有这些人在大街上走着 也不会怎样啊 所以是不是你的造勇 不是 在中国你不是说我要反对中国政府 我要说我要举办pride day pride month游行 就是说我们要这个给予这个同性恋者 还有跨性别者这个支持和鼓励 你可以搞一个这样子的活动吗 你在网上开个群聊这些话题都有可能被限流封号 那我这么说了因为周明轩他也强调过说他去中国就只是去看到一个国家的好啊 你去这个新的国家你不会说这个国家的不好这很正常的啊 你看吧我来中国也没有看到你们网路上说的那样啊 是吧所以就是你们这些台湾人台派或是你们这些反贼啊 这些造谣但是他说这是他的言论自由 哦那我就举一个历史例子了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那时候纳粹已经上台 那个奥运会可以是可以说是在整个仪式上 即使跟现在来比还是比起码要比2024年的巴黎奥运要好 的确他是很宏伟模仿那些古希腊的那些人物那些 然后那个希特勒的那个万志祺道是非 然后就他是一个很成功的政治宣传活动 让世界看到德国已经从这个一战的这个泥角中站起来了 强起来了 伟大复兴 对德意志民族伟大复兴 那么德国是一个好国家吗 你想在里面当犹太人吗 这我觉得这是完全就是转移话题 好了我们前面聊了这么多 我相信有人会说你是台湾演员 你是台湾省的演员 是吧 那你要怎么证明一下你不是 好这个 这不是P图哦 香港护照 HK 来我来给大家验证一下 这个内容我就不放了 那我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香港护照 你内业里面有一个香港的这个区旗 还有一个五星旗 对 然后你上面是写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吧 对 来吧 这边给小粉红这个尝试教育一下 因为可能很多小粉红自己连护照都没有 对对对对 尝试教育一下 就是来 你们也说中华民国是中国 你先去问你家习近平 同不同意中华民国是中国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字跟四个字差很多啦 是吧 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徽章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 天安门跟这个五个星星嘛 这是什么 这看起来像嘛 这看起来像天安门嘛 是吧 那这个我就不想多说了 翻开里面 有没有五星旗 没有 不要再跟我说里面有一个China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China 差这么多 对吧 那你现在来到美国你有感受到什么美国有特别强大的福利 呃 是有的 例如说我看医生没花过一分钱 对因为是政府监护我的状态 然后成年之后因为我是那个穷人啦 所以呢 加州政府呢就有一个医保卡 就叫或者华人圈我们叫白卡这样子 那号码挡一下 这个 对 California Benefits Identification Card 就你是穷人的话你看医生的话 你把这个卡给医生看 然后那个诊经呢 他是会 医生不是会问你拿 是直接问加州政府拿 不管是多大的病 不管是多大的病 癌症也一样 当然啊 就他现在好像未来他好像变性手术也包在里面 很多粉红说 这个 强击每一天的这个美利坚啊 这个穷人都看不起病 一个小病一个大病就破产了 哦对我们美国真的很水深的火热 这个泳池水很深 这个壁炉呢火很热 小粉红千万别来美国哦 哎那我想问就是如果 比如说你现在的经济状况是搬到中国的农村 当然看不起啊 看不起 吃饭都 你中国也有医保啊不是 对但是吃饭也应该吃不起 任何病呢小粉红 要确定呢 你不要说什么他是穷了什么 你们在中国自己也是这个地位这个身份的是吧 你们还要缴那个医保还要缴那个什么 然后你们报销也才多少 那个有一个中国高官是这样跟我分享 他说譬如说 你如果带来台湾或是在美国 你看病本来是一百块 是吧 但你在中国他给你报个两千块 然后这个医保给你报销可能一千六 然后你实际花了四百你会感恩戴德 你看政府帮我报销一千六 没有没有你这个币拿到其他国家就一百而已 那就蛮好玩的啦 感谢国家感谢政府 不过是美国国家还有美国政府 是是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特别特别好的待遇吗 啊对 那我自从离开了第一个寄养家庭之后 我就去了第二个寄养家庭 他们是虽然我最后没有还孕帮我 但是一个白云家庭 他们连我是从香港来 或者我以前做过什么 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就说这个孩子需要一个家 就直接做我的寄养家长了 然后他们就常常带我出去玩呢 然后就就在我身上也花很多钱 就他们这样做 他基本上是做亏本买卖 那他们他就说 哦因为你是孩子 我就觉得很感动的 这个美国白人恶意照顾孤儿 这个美国华人善意在排击民运人士 善意 对 责任全在美方 对 其实我看过不少这近十年来 很多的美国夫妻会去领养中国的孤儿 是真的去领养 但是我是真的觉得很讽刺 就是民间上不管是日本或是美国 其实那个时候对中国都是很有善很包容的 然后甚至去领养你的孤儿 你们自己都不愿意去领养 然后任何问题都是日本的错 都是美国的错 听起来真的是聚其讽刺 对 那你在美国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想要跟大家分享 特别的经历也有啊 就我记得大翻译运动你知道吧 对我知道 他之前有个编辑要来美国申请政治庇护 然后他就进了移民监狱 就待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然后有一天我参加公开活动 看到美国国会议员刘云平 于是呢我就鼓起勇气在他讲完以后就直接去台下赌他 直接把那个澄清信交给他 你没有被带走 没有被凑打一顿吗 没有他既然连个保镖都不带 我就觉得有点我反而是觉得他有点危险了 就怎么出门连个保镖都不带了 就你看香港政府那个官员 你看一个村长出门啊 都已经很多保镖几辆车围着他了 村长啊 对就这我就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就这边的这个政府的官员 政治人物真的是为人民服务 所以也等于是变相了你去拿信上访 对是上访 上访 这个在中国不敢想象 对不敢想象 然后我也给我选区的那个议员也说过 他那个那个编辑的事情 他人家就在这里 那议员隔了一天就给我回信了 一天很快 对 这估计在中国你敢找人大 你试试 对 直接把你解访回去 而且我还不是美国公民 我绿卡都没有哦 对 是耶 你讲到重点了 对 对 所以这样对比起来 你发现美国还是比较好一些的 对 是的 那你现在在美国是在读书吗 是的 是的我现在在一边读书一边上班 上班上什么班 我是教小孩子弹钢琴的 哦 你本身在香港的时候就会弹钢琴 是的 你从小学的 是的从小学的 我学到英国皇家八级 你几岁开始学的 很小两三岁开始学 哇音乐神 钢琴神统 哈哈 然后我要跟你请教我刚学那么厉害 没有 我就刚刚好被国安抓之前 就把那个八级的暗号考试给考过了 最多我曾经收过 一个小时八十美金 有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啊 对八十美金 八十美金是三千 哇这是小粉红几天的工资啊 一个小时 对一个小时 好那你最后还有什么想要对观众朋友说的吗 我是觉得大家看到中国好的一面的时候 大家要想想这个好的一面是在哪里是谁发出来的 是不是就有个人在摆拍 因为这种东西你坏的一面他不让你拍 他让你拍好的一面的时候他是通过一个让人家自由拍或者他是真的没有人在安排嘛 他一个不让你拍坏东西的国家他让你拍好东西的时候难道他他是真的是随便在路边就能拍到的东西吗 那听说你有一个自己的频道是吗 对 我的频道叫 易税品编年史 未来这几年有什么规划 未来我也是会继续留在美国 要是一旦拿到绿卡 我会直接参加美军去 哇这么牛逼的嘛 对 参加美军 为什么想要参加美军啊 我要打共匪啊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易税君来接受我们频道的采访 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 不订阅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帮我下次见啦 拜